嗨大家好 我是東京德的喬尾恩 這一集要來跟大家介紹八個東京冷門但是好玩的景點 首先要來定義一下我心目中的冷門之什麼 那這裡的冷門並不是指那種完全沒有人聽過 然後連東京人都不會去的偏僻地方 比方說啊 像我之前在東京住的地方三隻輪 之前跟同事說我住在這裡的時候啊 很多人連這一站都沒有聽過 但這裡其實已經有三隻輪橋商店街啊 而且還是荒川縣路面電車的起氣站 那即便如此呢 它知名度其實也是偏低的 所以呢 這一集要介紹的冷門程度呢 還是比較接近於台灣觀光客的角度 上個禮拜才推出了第二次東京旅遊一定要去的十個地方 那麼這一集會更像是第四或第五次甚至 第N次東京旅遊你可以考慮去的地方囉 這八個地方有的是區域有的是單一景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都是我自己在東京啊 拍攝了兩年旅遊景點後 覺得觀光不熱門但是很值得一去的地方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沒錯 就是早稻田大學的那個早稻田 那要到早稻田站你可以選擇達成都店的荒川縣 或者是Metro的東西縣 必去的景點第一站當然就是早稻田大學啦 你可以先到校園的咖啡店喝杯咖啡 順便買買代表早稻田的紀念品 然後再到大威庭園走走 感受早稻田大學超過100年的歷史風情與日式庭園 這邊的感覺很悠哉 隨便散散步看看日本的大學生說真的還蠻有趣的 我們早稻田畢業的朋友小馬 推薦附近的一家咖啡廳早苗 如果剛剛的校園咖啡不合你胃口 可以試試看這一家有昭和風味的咖啡廳 距離學校走路約10分鐘 有一個水稻河神社 可以進去參拜一下 最後在散步到接近高田馬場站的地方 有一家有名的雞白湯拉麵店 櫻山 濃濃的雞湯味道跟平常印象中的豚骨 或者是魚介啊煮乾等等的風味完全不同 是一種濃醇而不鹹不膩的味道 很推薦去吃吃看 阿佐古位在JR中央線上 是在你坐車去吉祥寺的時候 可能會經過但沒有注意到的站 這裡一出站就有一條商店街 Pearl Center 全長約700公尺 是有頂商店街 所以不管天氣如何都可以逛 除此之外 車站的對面也有一個叫Beans的區域 有不少餐廳、超商、咖啡廳等等 一樣也是在高架橋下 所以不怕下雨 最後 一樣在車站南口出來的阿佐古一番街 以及周遭區域都有不少道地的居酒屋 餐廳很適合體驗當地人的晚餐 甚至是宵夜 順帶一提 從阿佐古坐車到新宿 只要10分鐘以內 車站出來就有一家Smile Hotel 如果我不太在意住宿品質的話 作為高CP值的東京飯店也很不錯 下一站我們離開東京的都心區域 來到立川市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會推薦這邊的主因是真的因為它非常的巨大 自然景觀很豐富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這邊玩上半天 它的佔地有165公頃 相當於6個大安森林公園這麼大 除了可以租腳踏車騎著玩之外 也很適合野餐 這邊11月可以賞銀杏 3月份可以賞櫻花與油菜花 距離東京市區大約30分鐘的車程 很推薦家庭來這邊放鬆一下喔 看完標題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聽過吧 相較於剛剛的昭和紀念公園那種整齊的人為規劃 種滿不同季節盛開的花與樹 石神井公園更貼近於大自然的狀態 整個公園圍圍繞著三寶四池以及中央的石神井池 樹跟植批的狀態都看得出來更為天然 冬天的時候更是美到不行 也由於保留了自然環境 這裡是賞鳥的熱門景點 這邊是鮑勃強烈推薦 硬是把他列入了東京十大都會公園的地點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真的無法相信 這是位在東京都23區內的公園 是否又是一個好像沒有聽過的地方呢 柴右這邊有一個問愛的特質 也就是夏丁所謂的懷舊風情 一出車站就可以看到柴右第四天餐道 這條餐道給人一種很像穿越小江戶的味道 他的建築物跟商品都感覺很懷舊 走到底就是這裡的重點柴右第四天啦 柴右第四天建造於1629年 是由於一部電影《男人真命苦》所出名的 這邊的觀光客雖然少 但建築物的歷史悠久 風味不輸京都或者是淺草 喜歡歷史建築或懷舊風情的朋友 很推薦來逛逛 二子玉川站位在東極田園都市縣 或者是大景丁縣都可以抵達 近年來的快速發展 加上各種生活機能的便利性以及舒適度 讓這裡成為東京中產階級最想要置產的地區之一 一定要逛逛的就是這邊的二子玉川公園 裡面有個日式風味的庭園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多摩川以及夕陽 車站的周遭就有非常完整的購物商場 像是鳥屋家店、玉川高島屋 另外二子玉川公園也有個特色的星巴克 不妨坐在裡面喝杯咖啡 看看多摩川的風景吧 雖然標題是寫歸子木神前站 但如果以區域來說 這邊算是雜絲之骨 鬼子木神前站跟第一個介紹的早稻田站一樣 都位在都店荒川線上 是我個人很喜歡的路面電車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東橋搜尋荒川線一日遊 連結會放在說明欄 車站出來就可以走到鬼子木神錶餐道 我很喜歡這條小小的餐道 有石頭不成的道路以及兩旁的特色小店 可以在這一家Kiyazuma咖啡稍坐一下 餐道的鏡頭就是鬼子木神堂啦 這裡祭拜的是孕婦求安產跟育兒的鬼子木神 區域內有1781年就創立的上川口屋雜貨店 還有樹林六百年的公孫樹 以及摸字型的千本鳥居 最後一個是兩條幾乎連在一起的商店街 五藏小山與護岳銀座 五藏小山的商店街長800公尺 護岳銀座長1.3公里 它們分別是東京市區最長的 有頂與無頂商店街 而且兩條商店街啊 又只相隔一條馬路 大約步行三分鐘的距離 很建議花一點時間一口氣從頭逛到尾 像這邊也有賣巨大盛代的特色甜點咖啡店 雜貨店 商店街也可以挖寶一些小物跟二手家具 商店街走到你左轉 就可以到東橋推薦的私房餐廳 Kitchen Rips 這小商店街也以很多的炸物店為名 我們推薦這家中金卡拉給專門店C 我還以為商店街都在賣老人的東西 也是有這麼時尚的咖啡廳 以上就是八個東京冷門 但是我覺得很好玩 推薦的景點啦 那其實 東京因為非常的大 所以還有很多 不是那麼觀光的景點 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這集表現不錯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再來收集 其他比較冷門的景點 然後推薦給大家囉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